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十大昏君 第五名 蜀汉后主刘禅 刘备夺取益州建立蜀汉 张子刘禅被立为太子 刘备临死前呢 曾经对诸葛亮说过这样一番话 如果太子刘禅能够继承大任 就请多帮助他治理好蜀汉 要是刘禅实在不行 你就不用费心辅佐他 自己当蜀汉的皇帝吧 诸葛亮一听这话 心想难道还有我带不动的人 事实告诉他啊 还真就带不动 刘备病逝后 刘禅继承蜀汉的皇位 早期在诸葛亮的辅佐下 刘禅的表现还是可以的 将蜀汉治理的还算安定 毕竟有大神带也差不到哪里去 刘禅呢也积极支持诸葛亮北伐 还能和三国中最强的曹魏对抗 刘禅就算是昏君 在诸葛亮的带领下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刘禅重视农业发展 提倡节约 蜀汉在他的治理下 国里有所回升 就早期的刘禅来说呢 他还是一个宽厚朴素的皇帝 但是诸葛亮去世后 这种景象没有持续多久 为蜀污三国鼎立 蜀汉在三国中最不容易 刘备拼死拼活拿下一周 大将关羽惨死在东吴手中 张飞因为二哥关羽的死 太过悲痛 死在情绪中 从徐州到赤壁 再到荆州义州 这一路走来 都是蜀汉先辈用鲜血换来的 刘禅继承的蜀汉 承载了太多的遗志 就算没有先辈开疆拓土的能力 也应该死命守住蜀汉 来之不易的一亩三分地 可是他不仅不往好方向发展 诸葛亮驾赫西去后 流产治国三十年 后期开始不理朝政 重用宦官 带领蜀国一直走下坡路 更可气的是 公元二六三年 魏国发兵攻打蜀国 魏军将领邓爱攻打蜀国腹地 驻守棉竹的诸葛旭战死 流产得知消息后 在蜀国还有实力和魏军拼死一战的时候 流产选择不做抵抗 直接投降魏国 将蜀汉双手送上 几人之下迁到洛阳 坚守蜀汉的将士们惨死 百姓呢也没有逃过战害 都城成都变成人间地狱 流产被封安乐宫 将国仇家恨全部忘却 在魏国过起了平静的日子 简直是可恨又可悲 流产是一个前后反差巨大的皇帝 他后期的作为 所谓是真的昏庸 第四名 汉废帝刘鹤 我幸运 但是我不珍惜 这位西汉皇帝呢 从继位到被请下 只在位二十七天 但是却干了不少荒唐事 累计相加呢 有一千一百二十七件 西汉发展到中期 汉朝帝刘弗林继承大同 在他的治理下 西汉政治较为安定 社会经济有所恢复 为西汉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局面 可惜这位皇帝英年早逝 也没有留下儿子 没有人继承皇位 汉废帝刘鹤 他的昏庸事迹都有哪些 西汉呢 不能一日无君 只能在皇室宗亲中挑选继承人 昌义王刘鹤被选中 本以为只有藩王的命 没想到皇位天上来 刘鹤马不停蹄地 赶往都城长安 将马上登基为帝 到了长安后 刘鹤被带到汉朝帝的陵前 先缅怀先帝 哭一鼻子 以表挨思 没想到的是啊 刘鹤到了陵堂 哭不出来就算了 还找出一大堆理由 这都不算过分 宫中还在办汉朝帝的丧礼 刘鹤竟公然请来了戏班子 还在汉朝帝的灵堂中 演奏起十分欢乐的曲目 刘鹤的这种行为啊 简直太荒诞了 可想而知 西汉在他的带领下 会变成什么样 汉朝帝的事情告一段落后 刘鹤登基成为西汉的新帝 他当上皇帝后 开始变本加厉 一发不可收拾 他沉迷于后宫之中 每天和宦官宫女们 私混在一起 没日没夜的嬉戏玩耍 西汉的朝堂 也变成一片混乱 刘鹤将忠臣全部罢官 留下的都是坚硬小人 还不断挥霍 打肆封赏 身边的坚硬臣子 算是打捞了一把 将刘鹤当成提款机 刘鹤毫不在乎 他也是相当的大方 只要有人来朝见 他就大把大把的拿钱 将西汉的国库翻了个底朝天 刘鹤可能忘了自己的身份 和来到这里的目的 不好好治理西汉 整天只知道享乐 没有为西汉做出任何贡献 昏庸无道 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 朝中大臣一看 刘鹤这个皇帝 一点都不靠谱 再这样下去 西汉就被他玩完了 大臣们找到太后 将这位不学无术的皇帝 请下了皇位 刘鹤又回到封底昌邑 现代史学家对刘鹤 有不同的解读 他们认为呢 刘鹤原本是一个 表现还算不错的皇帝 他的昏庸无道 是被当时的全臣霍光虚构的 全臣霍光 想架空皇帝刘鹤 自己掌控西汉的朝政大权 才拥立刘鹤成为皇帝 但是刘鹤是个有个性的皇帝 不受霍光的掌控 于是就一个劲的黑刘鹤 将刘鹤呢 黑成昏君一枚 百口莫辩的刘鹤 最后被废除 刘鹤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却留下了一个壮举 他是所有被废帝王中 唯一一个有正式封号的 他也算是一个 比较传奇的昏庸之君 第三名 商周王帝心 这位商朝的末代皇帝 简直就是昏君的代名词 只要提到昏君呢 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帝心 一个昏君竟然这么有影响力 就连帝心自己也没想到 他能这么出名 那么商周王究竟有多昏庸 大臣比干十分忠心 经常苦口婆心地劝谏皇帝 但是却惹得帝心不乐意 皇帝看不惯大臣 可以随便找个理由 将他罢免或者流放了 但是商周王却将比干解剖了 理由也是非常的奇葩 比干在商朝一直有圣贤之名 帝心想看看圣贤的身体构造 和常人有什么不同 群臣们都纷纷劝谏皇帝 帝心处理不过来 于是制定了一项非常残忍的酷刑 名叫炮烙之刑 这个刑法就是将人绑在烧红的铜柱上 把人活活烫死 这个刑法和秦始皇时期的酷刑 有的一拼 商周王简直抱到了骨子里 帝心不仅残暴还穷奢极欲 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大兴土木 商朝国力直线下降 很快就灭国下线了 帝心就是昏军中的战斗机 崇祯帝朱尤简 拥有一枪报复 为何被列入十大昏军之中 第二名 明司宗朱尤简 他就是明朝的亡国之君 崇祯皇帝 在明西宗朱尤孝手中 接过摇摇欲坠的明朝 在当皇帝初期 他没有失权 被宦官魏忠贤控制 明朝变得内忧外患 朱尤简除掉魏忠贤后 掌控明朝朝政大权 东邻党派赋得朝堂政权 得到朱尤简的重用 一上来就废除了魏忠贤制定的商业税 商业税一经废除 前线军饷得不到补充 大明边关不断兵变闹响 不同于魏忠贤的事呢 东邻党人不向商人征税 只向农民加税 主要是对贫穷的西北地区征收农税 施政方针恰好反过来了 结果辽东没平定 西北也被逼反了 明朝境内起义不断 崇祯在位十几年 国库告空 关外战败连连 关内也因为农民说服过重 起义不断 最后欠享一年多 关军疯狂投降 李自成带领起义军 将明朝灭亡了 朱尤简有一枪报复 但是他在治理明朝的时候 用错人 而且多疑猜忌 一步走错 全盘皆输 这个皇帝打着为明朝好的旗号 却一步步将明朝推入更深的深渊 遭殃的 只有老百姓 在位十七年 间歇性地成为过昏君 每个人对他的看法不同 评价也不同 第一名 北齐王朝 是的 你没有听错 最昏帝王不是个人 而是一个帝王团体 北齐虽然是一个很短的王朝 但是 北齐的大部分皇帝 却一个比一个昏庸 北齐的开国皇帝高扬 治国前期还有所作为 但是到了后期 安于享乐 还酷爱喝酒 一贯罪就开始杀人 大臣百姓和亲族都被杀了个遍 齐武城底高湛也是个杀人恶魔 不把人命当回事 高湛不仅爱杀人 还十分好色 完全不顾人伦 连皇嫂都不放过 北齐后主高尾就更昏庸了 说他是变态啊 都抬举他了 损事干了一大堆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做不到 纵观北齐王朝 就是昏庸之君的集结之地 当然 北齐呢 也有过明君 也有过辉煌的时候 但是拯救不了 早已败坏的名声 看完这些皇帝 其实他们不是真的昏庸 他们有过贡献 也有过昏庸的行为 所以他们备受争议 成为帝王中不一样的传奇 评价非常主观 各位看官老爷 如果有不同见解 欢迎留言评论